文化部在今天公布 英國團體紓困貸款專案 對傳統氣球到現代 技術頂頂的英國團體 只要有立案都可以來申請 上次可以借到六百萬 由文化部來替的英國團體做担保 目前已經對紓困貸 擺一億五千萬的準備金 要來支持英國團體 度過這次疫情難關 在前 正當英國產業 文化部選布 對七月設立正式撒出英國團體 紓困貸款專案 針對這個疫情期間 需要維持基本英文 環境法創作的開銷 都可以貸款 最多 通知六百萬 政府不提供 10社 信用保證 也會保佔一年來所有的理系 銀行學務會也都由政府吸收 到十五億 聲稱對上包括有立案的財團 發言和公益社團發言 像基金會頂頂 這是國管市有定期立案的 營業團體都適用 現在文釋怡表示 除了會以最快的速度 心者主計也會協助團體 這個專項將維持創作的能量 鼓勵大家多元變現 手上有很好的故事跟IP 在開發的前期的時候 怎麼樣思考到 除了實體以外 在線上各種的變現的模式 那這個也在規劃中 在前設計劇本產業專項 文化部長你應得高級 政體的劇本產業收入 會後八十億到一百億 也若這專領局團 撒算頂頂的規劃價位 要典現最新跟競爭的作品 希望跟大家到頂級台 在局長團營的那一日 記者 民進聯合客 台北部都